首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高斯伯 在为大创案争议 到台南地检署案铃控告 黄伟哲误告 高斯伯强调对大创案的指控 都是事实 并不认为有抹黑造谣 还呼吁黄伟哲要负起政治责任 对此黄伟哲也出面回应 意图用政治力干预司法 意图影响选举结果跟选民投票 这个部分是国民党 而且动作越来越大 已经是昭然若解 因此我们觉得对于他这个所谓的告诉 我们真的觉得莫名其妙 黄伟哲误言对手完全就是在政治操弄 而随着选战逼近 对手紧咬大创案 蓝绿阵营持续攻防 要站到选战的最后一刻 欢迎新闻成员为许国豪台南报导